为了降低中国对台东市家禁书令的冲击 立委刘兆豪争取中央开办市家保险 最低保障每公顷40万元 同时中央补助6成保费 农民主要负担673块钱可以享用保障 截取到10月31号也请农友赶快来投保 中国对台东市家发出禁书令 对台东农业也造成严重的冲击 立委刘兆豪因应现况 也向中央争取开办新的市家保险 够一个选择够一个保障 我给农委会提出建议要求 要来办理我们公顷释迦农民的收入保障 保障我们的农民朋友 每一公顷的公顷释迦 最少有40万的收入 我们这个建议已经得到 我们农委会正面的会议 农委会担主义 今天正式的宣布 要来办理公顷释迦农民的收入保障 而且分农中一种每一公顷45万 另外一种每公顷40万 农民朋友要叫保障会 经过我们农委会的保障一段 跟电风的合作 每一公顷只要负担2366块 也才是673块 就是说农民朋友 如果选择参加这个保障 同样我们做会来拼 往来散开的小路 如果收入好 我们大家很高兴 如果收入没利用 没不足45万 或是40万 那些差役就有保障来付 修理保障的上市办法 我们农委会会透过农会 来办理说明会 也会在农委会网站上面 来公布上市办法 请大家来参考 刘赵欧强调 不到700元就能享有40万元的保障 可降低对农友生计的冲击 也欲请农友在开办期限内 踊跃投保 记得潘俊伟 台东市报导